女娲补天 中华上下五千年 创世神话永流传 这一集给大家讲 女娲补天的故事 上集我们说到 贡公因为没能推翻 专需的统治 救人于水火 于是恼羞成怒 一头撞向了不周山 擒天之柱瞬间折断 轰隆一声巨响 惊醒了正在熟睡的人们 这一下可不得了了 天上顿时出现了一个大窟窿 地也现成一道道大裂纹 山林烧起了大火 洪水从地底下喷涌出来 龙蛇猛兽也跟着出来吞噬人类 说来也奇怪 女娲明明在天上睡觉 但她在睡梦中 竟然听到地上百姓的哭声 她一下就惊醒了 决定去人间 一探究竟 女娲看到山上燃起熊熊烈火 远处的田野里 洪水肆虐 一些人被困在山顶 还有一些人被洪水通事了 看到自己的孩子们 遭受到如此大的灾难 女娲心痛极了 她立刻跑到雨神那里 请求她赐一场雨 先把天火浇灭 随后她又让人们制造船只 拯救被困在洪水中的同伴 很快天火熄灭了 洪水也退了 唯独天上的大窟窿 还在不断喷火 要想救人类 那我就必须要把天补上 女娲暗暗下了决心 可是补天需要五种颜色的石子 有红 黄 蓝 白 青 这五种颜色 它周游四海 遍涉群山 最终选择了东海之外的 海上仙山 天台山 只因这里有适合练补天石的五色土 女娲在天台山顶 堆巨石作为炉子 取五色土作为材料 又借来太阳神火 历时九天九夜 练就了五色巨石 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 然后又历时九天九夜 又五彩石将天堵好 女娲终于松了一口气 可是不一会儿 女娲又开始担心起来 现在天地的柱子不周山 倒了 要是天和地再一次破了 这些老百姓不就又要遭受折磨了吗 我要好好地想办法 这时候一直活了几千年的神龟 听闻女娲正在为天柱发愁 就从很远的地方赶来 请求女娲娘娘用她的腿来做天柱 她希望可以为人类做点贡献 女娲听了后十分感动 对神龟表示了感谢 随后就用神龟的四条腿 撑在了天地中间 因为神龟的腿长短不一样 天空就向西边倾斜了一些 日月星辰落下的时候就在西边 江水 河水 湖水等就流向东边 汇聚成了大海 做完这一切 女娲累得是筋疲力尽 可是抬头望去 天上仍有一个窟窿 没有补好 大水依然在肆虐 五彩石已经用光了 于是她下定决心拼尽最后一口力气 飞向了那个窟窿 女娲用自己的神魂补了天 而她的身体分化孕育造福着生灵 她所爱护的人们能在春天播种 夏天劳作 秋天收获 冬天休息 女娲有一颗侧隐之心 她爱着自己的子民 不畏艰险 坚持不懈 找到了五彩石 哪怕最终为此牺牲 也心甘情愿 她的爱无私而且伟大 感动着世世代代的后人 我们要心怀感恩 真爱生命 也要为自己的目标 努力奋斗 不惧困难 勇往直前 好了 今天的故事 就为您分享到这儿吧 女娲补天的手办 做好了 你学会了吗